Bibi, 我們回來救你了 我看她把衣服這樣攝起 就是手袖 然後樹枝是從這裡穿過去的 從它穿兩邊 我知道, 像浪衫一樣吧 那我們穿哪一枝 其實我覺得這枝好像不夠長 但也可以試試 能穿嗎 好… 好… 對, 還要在這裡再進一間 到底在互聯網可不可信 對, 我只是在網上看 你指要用嗎 我覺得這個要拔掉小的樹 好的 好, 交給你們了 我先做更漂亮的衣服 好, 完成, 試試 好, 穿過去 很厲害 雖然感覺有點不太好 但先試試 這些樹枝有點不穩定 如果不穩定, 不如插幾枝 對 是否理論上完成了?你的擔架 我理論上就完成了 那就要試試 好, 我們可以放Mimi上去 不… Mimi, 做一頓 不如Sandy, 你先試試, 好嗎 你知道我剛才擦傷了我的腳嗎 對, 更加要在擔架上 快點, 來吧 我們要保護你, Sandy 沒錯 受傷, 我也是傷者 小心一點 我很害怕, 你們小心 我們很勢力 搬來5厘米, 好吧 好 搬來5厘米 很緊張 來吧, 1… 1、2、3 聽到卡卡聲 我覺得… Sandy, 你… 你有一點重量, Sandy 來一次 1、2、3 好像可以了 可以? 可以了, 我也能搬到 算半成功了 她也能來地 對, 但搬走她應該有點難 你先扶我起來 回山吧 沒事吧 是否覺得很幸運 可能我們就來這個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Mimi比我十多公斤 可以試試嗎 我覺得… 試試吧, 嘗試試 試Mimi 還有我一個人一起搬, Mimi 對, 試試吧 容易搬更加 是吧, 也說可以 我覺得真的可以 互聯網是沒騙人的 來…我幫你 1、2、3 Mimi真的輕一點 Mimi結合很多 你說甚麼 不是… 但你小心她的頭 1、2、3, Mimi 好 忍著… 忍著, Mimi 好像真的輕很多 好, 我們嘗試上去 出發… 不是, Mimi的頭 以我的評估, 他們三個 如果要把Mimi帶上來 成功率應該是零的 把Mimi帶上來的Mimi 應該損失爛腳, 脫皮脫骨 比在懸崖掉下來的骨折更可憐 好, 這裡小心點 我會踢到她的頸骨 好… 不會的 我們先上去 有了, 好 我拿完, 你們… 有了, 好 好, 沒事的, Mimi 先上去 行了 空袋給你這種精神 差點撞臉 慢慢… 差點幫Sandy弄用 是Mimi嗎? 不, 先讓她斜… 斜下… 這個位置可以了, 你上去 好, 沒問題 我們快要救你了, Mimi 等一下, 你要拿到這裡 Mimi… 不要緊 沒有了 他整個頭都掉下去了 他整個頭都倒不及了 掉了頭後, Mimi輕了 對她們來說, 還是少了負擔 當時要斷備這件事, 最好不好 但如果最後結果是這樣 也沒辦法 沒辦法 唯有順著大海而去 Mimi Mimi的頸椎比較脆弱 這個方法是否理論上還是一樣 可能算是 理論上是可行的 但我們三個技術上不可行 可行的 對 我相信如果有真正的救援隊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永遠不會失敗 是 我們不是失敗, 我們還未成功 沒錯 是嗎 只要堅持… 堅持… 好 好 腳吧 這裡是斜落的 扔到一點 Sandy, 看著自己 好的 是否上到的 Mimi交給你們了 我在為他們打氣 因為我剛才很想幫忙 但他們說 不用了, Sandy, 你先上去… 所以我唯有幫他們探路 這是我們的精神之柱 或者我們上去之後 幫忙照顧傷勢就可以… 你們加油… 加油, Liam, 加油, Arthur 阿嘉 加油 騙得很困難 我不行 你放在這裡上去 這個單位是假的 你不是很會騙人嗎 你不是很會騙人嗎 不容易 對, 跟我預想中 真的相差很遠 我覺得在圖中 看到Liam和Arthur的毅力 我覺得他們兩個 是一個很好的救援人員 我覺得我們整隊人上去 是很熱血的城市 但已經漠視了Mimi Mimi的傷勢已經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們大家合力 做到這件事, Mimi上去 BOBO隊長 我們已經成功救了Mimi上來了 請問傷勢如何 好, 女士 少許刷傷 我少許刷傷, 腳眼 我流鼻血 不是問你們 Mimi的傷勢如何 她受了少許傷 還有80%在這裡 那如其餘的20%去那邊 去了大海 對, 向崩著她一直腳上去的大海 她先走一步, 回家了 理論上 你們用樹枝去做一個擔架 是可行的 不過你們的執行力 是完全不合格的 她上來了 對, 大差20% 我可以示範一個正確的做法 給你們看 正確的方法 就是使用行山用的防水雨衣 又或者是比較堅韌的大塊布料 嘗試製作擔架 首先是把布料跌起 在傷者的腰部下面穿過 然後以風琴式的方法展開雨衣 在過程中 儘量避免動傷者受傷的部位 然後將傷者兩邊多餘的布料捲起 使布料貼近傷者的身體 亦可以造成一個把手以便搬運 然後將擔架的兩邊固定好 這樣就可以造成一個簡易的擔架 雖然剛才的方法是可行的 不過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情況下 貿貿然帶傷者撤離 是很容易令她受更嚴重的傷害 最好的方法就是 找一個人負責看著傷者 其他人就出去求救